今天大盘已经曙光乍现 还要两天 你们就看到阳光普照了 好,我们要开始正式进入解盘 今天是2022年3月16号星期三 我们今天的盘上下震荡幅度很大 上下震荡幅度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今天有台子期货的平仓结算的问题 所以说今天是多空双八的人工盘 今天严格讲起来不是双八 今天三八四八被扒了好几次 看不懂的就被修理 连我都差一点也被修理到 还好我是老神在在 最后还是我对了 那么今天讲办前先给各位看一个讯息 看一个消息 我今天讲这个消息是要告诉各位 这个消息是错误的 错误的请你看清楚 不要被受到影响 你看清楚 半导体内股受重创 外资分析师点名台海风险 你看是什么 是说巴龙周刊报道 半导体内股近期遭遇重创 费城半导体指数 今年以来已下跌23个% 花旗分析师丹利 这个人这个人 这个人 随着外界越来越担心 中国可能试图控制台湾 一些投资人对台积电等半导体内股 正逐渐失去信心 我看这个新闻 我都笑翻了 对不对 你到底懂不懂啊 你知不知道台积电在台湾到底有几个场啊 就是一天在这边做纸上作业 然后发布消息 因为我是什么 我是花旗分析师 屁 王童直接告诉你 屁 你们要听就一听 对不对 结果呢 害死一对人 来给你看 丹利表示 随着外界越来越担心中国可能试图控制台湾 是个不可能的事情 他见面的数名投资人 正重新平衡他们的投资组合 看淡台积电超伪和NVIDIA 此举利率 英特尔和Glofung 我们现在话讲回来了 那些公司 他有晶片吗 他们的晶片从哪里来的 跟台积电买的 搞清楚了没有 我真的是很不客气的教导这一位啊 教导这一位后辈啊 你不懂不要乱讲 刚才我讲的嘛 台积电在台湾有几个厂 他知道吗 台积电厂里面有多大 他知道吗 台积电要多少电 他知道吗 他不知道嘛 那么胡说八道乱讲一通 所以王童告诉你 放弃投资台积电 是最不理智的投资 看到了没有 当然了 外资有他的看法 但是这一路的外资很烂 我再讲的够清楚了吧 哦 够清楚的 我再讲一遍啊 花旗这一路的外资很烂 他讲的话 你绝对不要相信 相信了 你自己害你自己 谁叫你听的 他的报告出来而已 报告出来而已 谁叫你相信的 你可以用你的智慧来判断了 结果呢 你看他这样写 哦 就会这样子 今天讲盘节 我先把你解一下台积电 看清楚 来 2330 台积电今天平盘是555 收盘是558 不对 555是要平盘价 在昨天以前 台积电那些 外资气息卖压的外资 都是卖在558 559 560 卖在这三个价位 卖在这三个价位 那么息是2.75元 为什么他要气息呢 因为他们不要参加除息 参加除息 还要缴20%的分离课税 还麻烦 所以干脆先卖掉 下来得减 你想嘛 他卖了558 假设他卖了558 现在打到555 卖了558 卖559好了 卖559 559卖掉 打到555 他是不是可以解回来 解回来是代表自己也已经穿他除息了 除息以后的钱还要经过两个月给他回下来 那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拿回我的除息的权利金了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呢台积电可以告诉你 他不会给你跌破555 那么明天台积电呢 他一样慢慢推 慢慢推 让那些卖掉台积电的气息卖压的法人 那些法人都属于正统外资啊 法人没有低价可以买 但你也许会想 那我干嘛一定要买台积电 不行 他们就是一个补足仓位 他们的投资有投资的分配 投资分配里面我台积电有这么多 我现在卖掉了 我就必须要补足 现在大家清楚了没有 很多闹闹都讲嘛 哎呀你们都不知道外资怎么操作啊 我们外资法人出身了 我常常讲啊 台湾的一些分析师真的知道脸上啊 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形容 这种话你也讲得出来 我直接讲人家怎么思考 知道什么操作 那谁懂啊 好的现在看来看 3月14号 礼拜一 整理会计委身 好再看 3月15号礼拜二 乱跌一通 对不对 就昨天嘛乱跌一通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跌300多点 我也搞不清楚 哎呀到今天已经统统清楚了 就是干嘛 打下来吃货 所以昨天我告诉你还是整理吧 那看今天 看今天啊 9点14分发了讯息 大盘以上涨80点开出 今天盘是高盘开出后 会先冲过17080点 然后再压回至16960点附近 你看高点冲过17080 你看看今天高点在哪里 给你看看 今天高点 今天高点在哪里 17085 17085 那低点呢压的比较多 来到16808 所以呢 整场都在盘上游走 当然有翻黑 今天2330开盘及填席 今天会收中小红 目前还是整理盘 盘面个股表现 哦呦 现在看到了吧 今天的低点压的比我想象中多 为什么 修理短线课 因为今天大家都知道 期货要平仓了 所以去玩选择权 没有时间值 哎呀 就下去赶紧玩 玩到最后位置 你不管是掰哪个 不管你掰扣掰铺的 都是等等 都是吃归零 现在你知道 人家超速的习性的吧 知道人家的威力的吧 你人怎么看都看不懂 你还敢下去玩 所以今天你看看 深月十二 礼拜三 这个多空好几巴 一开始的巴 下来杀了 拉起来 又追 再来又杀一刀 然后都横在这里 看他下不来 下不来又杀一刀 后面再拉起来 看到没有 多空好几巴 巴得过瘾了没有 过瘾了 那你为什么会被扒呢 因为你看不懂 你看不懂 干嘛要去玩那种商品呢 你自己撞墙壁 这我讲了很多遍 好多人教你 你看了五分钟线了 你看一分钟线了 你看如何了 那个都没有用的了 那个全部都没有用的 他要杀你就杀你 他要拉就拉 你根本想都想不到 你要看什么 要看市场的变化 市场变化怎么看 问王瞳 清楚了 好了 生日收到礼拜三 早上十四点 大家都告诉你了 再等两天 讲完了 明后天的盘 跟今天盘差不多 但是明后天的盘呢 跟今天的差异在哪里 政府会变小 慢慢推 慢慢推 咱们很清楚的 好了 我不是说不愿意解谈 而是说之我也不愿意讲太多 等等我会在这个 说码频道里面 再讲一些个 今天就帮你讲到这里 明天我们同学 给各位 三二二一 华冠投顾登记104 金管证字第009号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04年 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